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不到儿子生前居住的小区 望着那栋熟悉的房子发呆 忽然 儿媳的弟弟 叶虎挽着一个女孩的手亲热地走进了那栋楼里 很快属于我儿子的那间房亮起了灯 叶虎出现在了阳台上 我马上打电话质问儿媳 叶娟 你不是说房子租出去了吗 你弟弟怎么会住在那里 妈 我不是故意瞒你 儿媳妇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 我的心从头凉到了脚 我叫叶广美 湖北 晋梅人 22岁那年 嫁给了同村村民曾海 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 跑遍了省内大大小小的医院 终于在28岁时生下了儿子曾杰 2013年 曾杰从武汉一所大专毕业 在武汉待了两个月 感觉不适应快节奏的生活 便回到了金门 找了份工资不高 但很清闲的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仅仅够在虎口 但我还是非常开心 我不求他大富大贵 只求他平平安安 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儿子上班没多久就告诉我们他谈了个女朋友 家在城南 叫叶娟 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 他和弟弟叶虎 都是母亲独自带大的 母亲也一直没有再婚 儿子笑嘻嘻地说 妈 娟子听说您也姓叶 可开心了 他爸叫叶广平 和您同着辈儿呢 儿子把这姑娘夸得像仙女下凡 我也对这个和我同宗同姓的儿媳妇也充满了期待 一个星期后 我见到了娟子 吃完饭他挽起袖子就帮我洗碗 阿姨前阿姨后的围着我转 老伴也说这丫头五官圆润 甜甜饱满 是有福气的面向 我俩越看越喜欢 爸爸的儿子早点把他取进门 儿子却说他俩现在还没有能力买婚房 想过几年再说 我说 家里房子没盖几年 我们找人重新粉刷粉刷 做婚房不丢人 儿子说 妈 虽然咱家离城区不远 但是镇上的教学水平和城里比起来 就不在一个档次 我这辈子算是废了 我可不想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 我见他主意已定 陷入沉思 儿子性格懒散 工资不高 娟子工作也一般 两人工资合起来才五千多块钱 想挣钱买房 肯定要猴年马月 眼看婚房拦住了儿子的婚姻大事 谁知 老天爷栽着节骨眼上掉下了馅饼 2014年 国家修蒙华铁路征地 我们家房屋土地山林都在征收方位内 通过测量 总计可以得到60多万的赔偿金 而且村领导说 如果我们愿意永久放弃 在村里重新申请宅基地 还能得到一笔一次性的补偿款 那年金门城区的电梯房才48亿平米 50多万就能买到100多平的三军市 拆迁补偿款 买完房后 剩下的也足够把房子减装一下 我给儿子打电话 让他抓紧时间和娟子去看房子 儿子开心不已 妈 房子的事儿办好后 您和我爸就等着抱大胖孙子吧 那段时间我做梦都会消息 定好拆迁日期后 村里通知全体拆迁户开会 一是告知村民搬家的最后期限 二是商令如何划分新的宅基地 我看到不少人签字 放弃了宅基地 就打电话问儿子 咱家要不要地 重新建一套房子 儿子说 我以后又不会回村里种地 要啥宅基地 以后我们生了孩子 还得指望你们帮忙贷 要钱算了 就这样 我和老伴不顾亲戚劝说 坚持放弃宅基地 在城里全款给儿子 买了套湖景房 房子装修一新 儿子和儿媳举办了一场热闹闹的婚礼 儿子婚后不久 家里的平房被挖掘机填平了 我和老伴只得搬去城里和儿子一起生活 然而跟小两口刚住没多久 我们就后悔了 因为无论生活习惯还是饮食习惯 我们都格格不入 我和老伴爱吃辣 无辣不欢 媳妇口味清淡 不喜欢吃葱吃蒜 更开始 还能勉强在家吃上几口 慢慢就找各种理由 不再回家吃饭 老伴爱抽烟 随意谈烟灰 好好的沙发让他烧出了不少洞 小便后又经常忘记冲厕所 儿子提醒他两句 他还不乐意听 父子俩三点两头 半嘴 呛火 我想与其硬凑在一起生活 消磨感情 还不如分开各过各的 和老伴商量后 我们在附近小区租了间小房子牺牲 楼上楼下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乡下人 老伴很快和大家数落了 还找了一处工地打工 我也在附近餐馆找了份工作 分开住后 我们和儿子儿媳的关系亲近不少 他们总是买了吃的喝的给我们送 2015年的6月 儿子打来电话 我们要当爷爷奶奶了 得知媳妇怀孕 我再次承包了儿子家里的一切家务 此时的我早已摸清了媳妇的口味 做的饭菜越来越合她的口味 她还劝我说 妈 您和爸年纪大了 饮食最好也清淡一点 好多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我点点头 2016年4月底 孙子念念出生 我辞了餐馆的工作 专心带孩子 不过我只带白天 晚上媳妇下班 就会过来接念念 让我回到自己家里休息 虽然一家人不住在一起 小日子过得还算温馨 然而2017年9月16日晚上 噩耗猝不及防地降临了 那天儿子陪客户吃完酒后 开车回家 不慎撞到了国道边的大树上 当场身亡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痛苦 没有真正经历过的人 体会不到 好多次我都想一了百了 老伴也一息苍老 儿媳天天以泪洗面 一家人全跟丢了魂似的 就连两岁的念念 都忽然变得乖巧起来 安静的让人心疼 无论日子多么难挨 生活终究还是要继续 儿媳丧嫁结束后 强忍着悲痛 回了单位继续上班 亲家母过来帮忙 带了念念一段时间 见我状态逐渐恢复 便回老家农忙去了 我照常每天帮儿媳带孩子 做家务 独生儿子没了 念念成了我唯一的念想 一年后的一天 我无意中撞见娟子 从一个陌生男人 车上下来了 刚开始我以为 是在同事顺路 可是慢慢发现 那个男人 几乎每天都会送媳妇回家 我怀疑娟子和这个男人的关系 非同一般 越想越来气 亏我儿子生前 如猪如宝地待他 这才走了一年多时间 他就有了新欢 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 他如果再嫁 就会给念念改姓 还可能远走他乡 让我见不到念念 那些天 我脑子里总是闪过 在老伴工地上的一条标语 如果一个男人不注意安全 就是再给另一个男人打工 直到老婆改嫁 儿子改姓 家产归别人 我忧心忡忡地 把这件事告诉了老伴 他叹息了一声说 娟子还年轻 遇到合适的 咱没资格拦着人家 念念还小 咱俩要好好生活 替儿子 守着他 这天我忍不住问儿媳 娟子 跟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交了男朋友了 儿媳红着脸 算是承认了 我强忍着悲伤对他说 孩子 你还年轻 像纯青 追求幸福 我也不怪你 我和你爸有个心理准备 不过 你还有念念 我们希望你能嫁个老实本分 对你和念念都好的男人 最好是本地人 娟子犹豫了一下 告诉我 这个男人叫王勉 是他大学同学 家在金门市区 在学校时就暗恋过他 当他得知我儿子车祸去世之后 主动找到娟子 在他最脆弱难过的时候 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并且勇敢地向他表白 娟子 见他为人挺诚实 就答应试着处处 我担心地问 他结过婚吗 有自己的小孩吗 他家里人知道你俩的事情吗 娟子说 妈 您放心好了 他没结过婚 也没有小孩 他爸妈为人挺开明 不会干涉他的感情生活 在一个城里就好 我和老伴末日了他俩的事 娟子拉着我的手 郑重启示的承诺 在婚后 他会拿我们当亲生父母孝敬 给我们养老送终 永远不会给孩子感性 儿媳的承诺 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半年后 两人结婚了 我想到儿子走了 村里也回不去了 我们在城里举目无亲 以后有啥事 还得找儿媳 所以和老伴商量 以娘家人的身份参加了婚礼 还赔嫁了八万块钱 婚礼上 娟子和王勉 双双向我们奉茶 王勉跪在地上 眼神吐着憨厚 爸妈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 以后一定好好叫醒你们 听他这么说 我笑成了一朵花 娟子在婚后 带着念念住在了王勉家里 我们想看孩子的时候 就给他打电话 让他把念念带过来 自从娟子和念念搬走后 我跟着老伴去了工地 给工人们做饭 不过依然习惯 隔三差五就去 儿子住过的小区里看看 我喜欢在小区凉亭里待坐着 望着熟悉的花草树木 回忆儿子生前的点点滴滴 靠着那些念想支撑着 活着每一天 儿媳说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已经租出去了 我也没多想 直到出现开头那一幕 2019年4月的一天半晚 我在小区看到 儿媳弟弟住进了我们的房子 我气得浑身发抖 火速拨通了娟子的电话 面对我的质问 他明显很慌乱 对我说 房子只是让给他弟弟暂时居住 我当然不会相信他 找机会我悄悄问了孙子 从孙子口中 我大概了解到 应该是娟子的弟弟想结婚 没钱买房子 所以娟子就让他弟弟搬进我们家 我这是废都要欺诈了 我和老伴全款买的房子 自己都花钱租着房子住呢 凭什么让他娘家人搬进去住 我想起电视里的那些福地模 感觉这儿媳妇到底是我们看走了眼 我和老伴商量后 决定把房子卖了 回农村买房养老 打定注意后 我再次给娟子打电话 告诉他我们要卖着房子 让他尽快安排着弟弟搬走 没想到娟子苦苦哀求我们 不要把事情闹大 先让他弟弟顺利结婚 娟子说 妈 我知道您担心什么 我弟真的只是用我的房子来过渡一下 他不会长期霸占房子的 我不客气地说 人心难测 你弟弟将来要是不肯搬走 你还能硬赶他们走 见我铁了心要卖房 娟子哭了 妈 您不知道 我欠我弟弟的 时代是太多了 我妈呢 体弱多病 没有能力供两个孩子上学 本来准备让我辍学打工 供弟弟读书的 是弟弟说我学习比他好 主动辍学 打工供我读书 可以说没有我弟弟 就没有我的现在 他结婚 我这个做姐姐的 肯定会不遗余力的去帮他 我说 你要帮你弟弟 我管不着 但是你不能拿我们家的房子 做人情 娟子又解释 他弟妹怀孕了 想趁着不显怀 赶紧结婚 可是 他弟妹妈妈 非要女婿买房买车 再包18万彩礼 才肯同意嫁女儿 女方还说 提出的条件呢 只要差一样 就让自己的女儿 把孩子打掉 这逼得娟子妈呀 血压高升 差点中风 姐姐俩才出此下策 我跟金家母也算就相识 知道他患高血压 糖尿病多年 还曾经有过轻微的中风 想到 这儿呢 我就放缓了语气 不再逼儿媳 让他弟弟马上腾房 过了几天 我和老伴回老家吃喜酒 在宴席上和亲戚们聊天时 聊到了现在的天价彩礼 忍不住 说了儿媳家的事 本来我只是顺嘴一突露 谁知亲戚们得知此事后 都快我们尽快收回房子 小心房子 真让媳妇送给他弟弟 唠个劳无所依 大家伙呢 都说我儿子没了 念念 年幼 我们应该住到儿子家 替念念守着财产 因为儿媳既然再嫁了 肯定还会再生孩子 万一他再婚老公 有了亲骨肉后 虐待念念 我们还能有个退路 亲戚们 你一句他一句 说的好像挺有道理 搅着我试了方寸 那个王勉呢 是头昏 又是独子 娟子肯定会给他生孩子 他俩有了孩子后 嫌弃我孙子念念 也不是没可能 如果到时候 念念在王家待不下去 他舅舅又不愿意腾房 确实挺难办 娘家侄子问我 姑 您家房子当初写的谁的名字 我这才想起来 房产证是儿子一手办的 写的也是他们小两口的名字 而且一直是由儿媳保存 侄子说 那完了 这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 弟妹站着大头 你和姑父 只能继承表弟名下份额里 属于你们的一部分 有亲戚说 房产证在你儿媳手里 想赠送给他弟弟啊 也是就是一句话的事 说不定早就过户了 被他们一说 我一刻也待不下去 让侄子赶紧骑上摩托车 送我和老伴坐车 返回城里 一下客车 我立马打车 往儿子家里去赶 气呼呼地冲到儿子家里 正好亲家母在家里收拾房子 客厅里 我儿子亲手挑选的几幅画 和他们的婚纱照都不见踪迹 推开主卧 里面的摆设全部置换了 床单被照透着喜庆 床头赫然挂着夜虎 和那个女孩子的婚纱照 我儿子最喜欢的 飘窗上 原来的书架被拆除 茅台上面 放着一个大大的玩具型 窗帘也换了 就让我儿子给念念准备的书房 都被他们改造成了一间小卧室 回想起 儿子在里面工作的情景 我瞬间泪如雨下 情绪彻底崩溃 我冲到客厅里 口不择言地对着亲家母 破口大骂 怎么难听怎么骂 亲家母捂着心口 一脸难受地说 亲家 都怪我没本事 连累了两个孩子 我媳妇雅琴呢 是个好孩子 只是她爸妈 非要有房子才能结婚 娟子和虎子 才出此下策 你放心好了 我们绝对不会占你们的房子 等孩子结婚后 就会搬出去住 我哪里听得进去 这件事情 我已经让步了 我好心 让你们住进我家里 你们为什么要霸占 我儿子的房间 毁了她的一切 亲家母 欠旧的解释 夜虎 丈母娘听说 她买的是二手房 非要过来看看 他们不敢留着 娟子和曾杰的婚纱照 连同小杰 生前用过的东西 也一并打包 放到老家去了 夜虎 丈母娘 来看过房子之后 非要重新装修房子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不过并没有大洞 书房 都变成卧室了 还没有叫大洞 我命令她 马上打电话 给她儿子女儿 让他们 把我儿子的东西 全部送回来 把房子给还原掉 亲家母 一脸参白的 愣在那里 这时呢 老伴走过来 轻轻的搂着我说 人死如灯面 儿子已经走了 留着那些东西 除了让人心里难受 还能有啥用 你也别为难亲家母了 她有高血压 心脏又不好 万一急出个好歹 再来以后 怎么面对娟子 我吵也吵了 骂也骂了 感觉心气散尽 浑身无力 老伴扶着我坐下后 又招呼亲家母坐下 打电话让娟子 马上过来 娟子很快赶了过来 见他妈妈没事 半跪在我面前说 妈 对不起 您别难过 等我弟弟结婚后 我一定会把房子还原 到时候您和爸 搬起来住 老伴也劝我 看在孙子份上 别逼儿媳太狠了 我盯着娟子说 你有没有把 这套房子过户给你弟弟 娟子起身 去次卧里 翻出房产证 递给我说 妈 您要是不放心 房产证 交给你们保管 我弟妹妈妈虽然精明 但毕竟只是乡下富人 一张假证 足以忽悠她了 我把房产证 拿在手里看了看 还给了娟子 事情很糟 但也没有想象中的糟 我平静了下来 夜苦的婚礼 最终还是 在我们的房子里办的 婚后 我们也没有强求 连个年轻人搬出去 儿媳感激我们 几乎每周 都带着孽孽来看我们 帮我洗衣做饭 我们有个头疼脑热 她也忙前忙后的照顾 2019年腊月28 娟子和王勉 过来接我们去家里 吃短缘饭 厨房里 娟子搂着我的肩 在我耳边悄悄的说 妈 我们提前一天 过来接你们 是希望您啊 今天教教我 怎么做硬菜 免让我明天 在公婆面前丢脸 她和我亲尼的神情 让我心里 流过了一股暖流 我和娟子忙了一天 准备了好多菜 没想到腊月29 进门 就因为疫情封了城 王勉爸妈 没能过来 我们一家五口 在一起待了近两个月 通过这两个月的相处 我看得出来 王勉非常善良 也非常暗娟子 更是真心带念念 对她是如己出 我渐渐想通了 人生总有无法弥补的缺憾 能亲眼看着孙子 快乐长大 我也就知足了 疫情解封后 娟子和王勉 都收到了单位的上班通知 我和老伴呢 也准备回自己的出租屋 可是念念幼儿园 开学遥遥无期 王勉对我说 妈 要不然您和爸在家里多留两天吧 孩子太小 一个人在家 我们不放心 没得我开口 娟子又说 老公 要不然我们上班前 先开车把爸妈和孩子 送到我妈那里去 我俩上班后 可能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万一染上病毒 传染给爸妈和孩子 说实话 我也想去村子里看看 得知 我们要带着念念 过去住一段时间 亲家母非常高兴 早早地准备好了房间 夜虎小两口也在家 他们年前刚生了女宝宝 见到我们格外亲热 雅琴大大咧咧地将她闺女塞给我 领着念念 去看家里新生的一窝小兔子 我们在娟子老家一直住到了农忙 老伴每天和夜虎一起下地干活 精神头十足 话也越来越多 我看在眼里 洗在心里 自从儿子过世后 他就没有真正的开心过 烟从一天一包变成了一天三包 在工地上只知道 木着一张脸埋头干活 才六十出头 就须发皆白 被野驼了 三年了 我第一次在她脸上 看到了发自内心的高兴 夕阳满天的傍晚 亲家母家的院子里呢 夜虎端着酒杯 对我老伴说 亲爸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没少被人欺负 特别是读书的时候 所以我妈让我们姐弟俩 辍学了一个 那个时候呢 我想就不想就表了态 让姐姐继续读书 秋年后 我没学历没技术 也攒不下钱 感谢您和亲妈 把房子让给我 结婚 我以后会好好地学手艺 好好地挣钱养家 咱爷儿俩走一个 老伴端起酒杯 一眼而尽 夜虎又说 亲爸 我哥不在了 我姐是您亲闺女 我就是您儿子 以后呢 也会和小秦 一起孝敬您和亲妈 您放宽心 在我家里住着 想住多久住住多久 老伴喝多了 话也多起来 这几天在地里 收菜子个小麦 我真的是很开心呢 这才是农村人的根 儿子走后 我每天都在后悔 当初放弃宅基地 放弃了自己的根 说到这儿呢 亲家母告诉我们 一个好消息 他们家的地呢 也快要被征用了 除了房子 他们还有一片局园 他说 等回拆迁房 折线后 第一时间 把我们的房子腾出来 2020年年底 亲家母家的房子 真的拆迁了 夜虎在村里 其他地方 买了套农舍 特意给我和老伴留了间房 他又在主城区 买了线房 从我们家里搬了出去 2021年春节后 我和老伴 搬回儿子原先的房 娟子和王勉 帮我们 把屋子收拾一新 还贴了一些按摩椅 花花草草之类的物件 一到周末 就带着念念来看我们 胡子没事的时候 也会和雅琴一起开车 带着我和老伴 回他们村 过上几天田园生活 我们失去了儿子 却仿佛多了一些亲人 而这份亲情和温暖 才是我们最看重的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会尽力地满足 谁等着你 快乐